這波煩雄來到很快 運動也很快 本年鴻海地區的蝦枯辣 已經落實傳出在海 本年鴻亞處理政員今天提供四點 風之含海的風釋 讓雍石壓制參考 希望可以減少雍石的損失 本年政府 為了我們的雍石壓制 對於風範我們含海的蓄勢有四點 第二點就是說 在我們的蝦枯辣的北邊 我們來搭這個防風棚 另外說 增加我們蝦枯辣的水清 另外對於加溫 風範的設備 隨時都要去檢測 保持它的運作 剛才加強蝦枯辣的風範設備以外 落間鑫也建議業者 在這段漢流過境的時段 最好不要再倒了飼蝦 等氣溫火星後 接著來飼 第二點就是說 漸食不要去飼蝦 盡量不要去療動這些水鐵 讓這些蝦子去驚訝到 第三點就是說 等候氣溫或飛行後 看我們的經營會需要 我們再來飼蝦 對於溶養肯的魚症 如果是要去蝦枯辣 在冰谷風險之後 沒土董的就要趕緊採收 以減少順勢 第四點就是說 從比較無奈的溫的魚症 我們來平谷的風險 如果有必要的時 我們來提早來採收 減少我們的順勢 本年飼蝦地區的魚雲 三百魚是比較容易 冰濕的魚症 加在本地的三百魚 大部分都是群養的魚類 不是主要用食對象 所以含海的財情比較貧 記者有名為 查安保德